辽斋之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程仙 文灯县有个姓周的书生 与另一个姓程的书生从小就在一起读书 于是成为至交好友 程生家里很贫穷 周生一直接济他 论年龄 周生的岁数大 程生就称呼周生的妻子为嫂嫂 一年到头 他们敞在一块 亲密无间 后来 周生的妻子生孩子 生完之后因病去世 周生又续娶了一个妻子王氏 程生因为王氏年少 一直没有拜见过他 有一天 王氏的弟弟来看望姐姐 周生便在内室设了酒宴招待他 程生碰巧来周生家 家人进来通报以后 周生让家人邀他进来一同饮酒 程生未进门就离开了 周生把酒席移到客厅里 叫程生回来 还未坐稳 就有人来报告说 乡下别墅的仆人被支县下令重重鞭打了一顿 因为 在吏部做官的皇家有一个放猪的仆人 他的猪践踏了周生家的农田 因此和周生家的仆人争吵辱骂起来 皇家主人得知后 皇家就捉住周生家的仆人送到了关牙 于是 周家的仆从便挨打了 周生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勃然大怒说 皇家一个放猪的奴才 怎么敢这样 皇家上一辈子的人还在我祖父手下当差 小人得知 竟敢目中无人 他的怒气充液填胸 愤怒地跳起来要去找皇家理论 程生连忙按住他劝阻说 强暴横行的社会本来就不分青红皂白 又何况做周县官的很多都是强盗 周生不听 程生又再三劝阻 一致流下眼泪哀求 周生才让步不去了 但他心中怒气为恶 一夜翻来覆去地在床上忍到天亮 对家人说 皇家欺负我是我的仇人 这暂且不说 可是那支县可是为人父母官 不是有势力的人家的家官 纵使有争执 也须有原告和被告 何至于像狗那样 主人一唆使就去咬人呢 我上诉要求承治皇家的仆人 看他如何处理 家人在一旁也都怂恿他去 于是周生打定了主意 他写了一份状子去见支县 支县一见就将其撕毁 周生十分气愤 他的言语侵犯到了支县 支县恼羞成怒 就下令将他关进监狱 这天沉使过后 承生来周家拜访 才晓得周生进城告状便离去了 他急忙追到城里去劝阻 但周生已经在大牢里 承生急得垂胸顿足 手足无措 这时 县里捕获了三名海盗 被支县和皇家收买 让他们诬陷周生是同党 支县又根据海盗的供词 报请上级官府隔去周生的声援功名 并严行拷问 承生入狱探望 两人七处相对 承生给周生出主意 把冤情直接向朝廷申诉 周生说 我如今被拘禁在牢狱深处 虽然有一个年幼的弟弟 也只能够给我送送囚犯而已 承生毅然自荐 说 这是我的责任呀 人在危难中不相救 还要朋友有什么用 说完就动身了 等到周生的弟弟来给他送路费时 他已离去多时 承生到了京城 苦于无门上诉 一天 听说皇帝将要出门行列 他便预先躲藏在树林当中 不久 皇帝的车架经过这里 承生连忙叩头喊冤 于是 皇帝准接了他的壮旨 派游义把壮旨送下 由刑部和督察院先审礼再回奏 这时周生已经被关押十多个月 周生在县里已经被驱打成招 判处了死刑 督察院接到皇帝的预批后 大吃一惊 决定重审此案 皇家听到消息后 也十分恐慌 谋划杀了周生灭口 于是 皇家贿赂了监狱里的看守 不给周生吃喝 并拒绝周生弟弟来送饭 承生因此又往督察院喊冤 裁蒙长官开始提审周生的案子 但周生已经饿得毫无气力了 巡抚大人大怒 下令用乱棍打死监狱的那个看守 皇家十分害怕 急忙拿出几千两银子 向上活动关系 设法解脱罪心 终于使自己含糊其辞地报警朝廷免罪 而知县则以贪赃枉法罪被判处流放 周生被放回家后 与承生更加推心置腹 但承生经此事后 已经看破事情 心如死灰 邀承生一起隐居山林 周生因为舍不得年轻的妻子 就笑话承生与辅 承生虽不多说话 而去意已决 这次分别后 承生有好几天没有再来周家 周生派人到他家去探望打听 承家人正在猜疑 承生住在周生家里 两家人都找不到承生时 才担心起来 周生心里明白这事的情犹 就派人去找他 但佛寺道观 深山峡谷 都不见踪迹 周生只好时常资助承生的儿子 八九年之后 承生回来了 只见他头戴道观 身穿道袍 一副地道的道士模样 周生十分高兴地抱住他的胳膊 问 你去了何处 真是让我好找啊 承生笑着回答说 我好像一朵孤云 一只野鹤 四处飘游 居无定所 索性的事分别后 身体还算健壮 周生立即命令家人摆上酒席 两人略到久别之情 周生便想让承生换下道士服装 承生只是笑了笑 不作声 周生说 你太傻了 怎么能抛弃妻子 儿子向丢弃鞋子呢 承生又笑了笑 回答说 你说得对 是他人要抛弃我 我又能抛弃谁呢 周生再问他住的地方 承生回答说 在牢山的上青宫 这一夜 两人睡在一张床上 周生梦见承生赤裸着身子 扶压在自己身上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不明白承生这样做的原因 承生一句也没有回答 周生从梦中惊醒 呼叫承生却没有应声 他坐起身一摸 床上空空的 承生已不知去向 周生再定神坐了一会儿 才发现自己睡在承生床上 不由得惊骇地自语 昨晚并未喝醉 怎么神魂颠倒到这种地步 于是 他呼叫起了家人 家人拿起灯火一看 这分明是承生 周生原来的胡须很浓密 现在 自己用手一撸 只觉得稀稀拉拉也没有几根 他又取来镜子对着自己照 立即惊叫起来 这是承生 那我在何处呢 片刻之后 他终于明白 知道这是承生 在用幻术 劝自己去隐居 周生想回到自己的内市区 弟弟因为他的相貌 不像周生 而拦住他 不让他进 周生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 来说明一切 就命令仆人被马 一同去寻找承生 几天后 他们来到牢山 因为马跑得快 仆人追不上 周生就勒马 停在树下休息 只见许多道士来来往往 其中有一个道士一直在看他 周生就前去打听承生的下落 那个道士笑着说 这个名字还耳熟 他好像在上清宫 说完便离开了 周生目送着他离去 见他刚走没多远 又与另外一个人谈话 依然是说了没几句话就离去了 和道士说话的那人渐渐地走近了 一看 竟然是同乡的一个生员 那人见了周生 惊愕地问道 好多年没见了 听别人说 你在明山里学道 现在 对现实生活抱着洒然超脱的态度 周生明白他认错了人 于是 又述说了一遍这件怪事 那个生员大师一惊说 我刚还见到他 还以为是周生你呢 他刚离去没多久 估计还没走远 周生听他一说 也大为惊异说 真怪呀 怎么我的脸 我对面碰见都不认识了呢 这时 仆人已经找到了这里 周生骑上马 去追回之前那个道士 但竟然毫无踪影 过了一会儿 周生四下一望 只见山势茫茫 无边无际 顿时感到不知所从 进退两难 他心中私存 自己已经是无家可归了 于是 决定继续寻找成生 但是 山势越来越险峻 不能再骑马前行 他让仆人牵着马回家 自己独身前往 周生走了一会儿 远望见那里坐着一位道童 就上前去问路 并且告诉了他 自己正在寻找的目标 道童说 成生是他的师父 又代替周生背起干粮 衣物 引导他一同前往 两人一路上 披星带月 风餐露宿 高一步 第一步地走了很远 三天后才到达 却不是人世间所说的 那处上清宫 这时 已经是十月中旬 这里仍然是山花 开满路边 不向初冬 道童进门报告 说是客人来了 成生马上将他们迎进门去 周生这才认出了自己的模样 他们两个人手拉着手 进了屋里 一边饮酒 一边交谈起来 但见一只只身披奇光 一彩羽毛的禽鸟 温顺一人 克制不惊 叫声像声簧一样 悦耳动听 常常飞到座位前来鸣唱 周生心里十分惊异 但是仍不舍尘世 无意在这里久留 成生找到蒲草坐垫 与周生盘腿并坐在了上面 待到夜里二更之后 周生的各种尘世杂念 都泯灭而归于空气 忽然眨眼之间 周生觉得自己又变回了 以前的模样 他还有些怀疑 就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已经是和以前一样的 浓密胡须了 第二天 周生又执意提出要回家去 成生坚决地挽留他 三天后 成生才说 请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早早地送你回去 周生的眼睫毛刚刚合上 就听见成生在叫他 行装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他就起身 随成生上了路 他们不走来时的路 才觉得没过多久 已经能看见自己的家了 成生坐在路边等候 让周生自己回去 周生想让他一同回去 但被成生拒绝了 只好独自慢慢地走到家门口 他敲了几下门 没有人答应 刚想要爬墙进去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树叶一样轻 轻轻一跃就已经过了院墙 这样跃过了好几道墙 周生才到达了自己的卧室 屋里还有光 妻子王室未睡 正低声与人说话 周生用舌尖舔破窗纸 偷偷一看 只见妻子正在与一个仆人 共同饮酒 一副淫荡的模样 于是他气愤至极 想要把这两个人 堵在屋里抓住 又怕自己利孤难知 于是他偷偷跑出大门 一直奔跑到成生那里 想让成生助自己一臂之力 成生痛快地随他前去 一直进到了里面的卧室 周生举起一块石头砸门 里面顿时乱作一团 敲门声越急 门被顶得越牢 于是成生用剑一拨 屋门就开了 周生冲了进去 仆人跳出窗户摇逃 却被成生在门外挡住 用剑一砍 砍断了仆人的一支臂膀 周生抓住妻子 拷打审讯 才知道 八九年前 当自己还在监狱中 他就已经和这个仆人死通了 周生用剑将他的头砍下 又把他的肠子挂在庭院里的树上 之后和成生一起沿原路返回 这时 周生猛然间惊醒 见自己正躺在床上 就惊愕地说 做了一个险恶交集的怪梦 真叫人恐惧 成生笑着说 梦中之事你当真 真是 兄长却又以为是在做梦 周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成生就拿出剑来给他看 只见他剑上的血还在 周生害怕得要死 心里又怀疑这是成生弄幻术骗人 成生明白他的疑惑 就准备行装送他回去 两个人到了周生的家乡 成生说 先前的那个夜里 我拿着宝剑等待你 不就是在这里吗 我讨厌看见人间的恶着 我还是在这里等你 如果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 你还不来 我就独自走了 周生到了家 看见门户萧条冷落 好像无人居住 他又进到弟弟的宅院 弟弟一见到他 就失声痛哭 说 哥哥走了以后 突然有天晚上 嫂嫂被抢到杀害了 挖出了他的肠子才走 实在是太残忍了 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周生这才辱梦初醒 于是 把实情详细地告诉了弟弟 告诫他一定不要追究这件事 弟弟听后惊愕了很长时间 周生心里念着儿子 弟弟于是让老妈子把儿子抱来 周生对弟弟说 这个在墙包里的孩子 是我们周家传宗接代的人 弟弟要好好照顾他 为凶的要告别人事了 说完 周生就起身静自出门去了 弟弟流着眼泪 极力挽留他 周生却笑着不回头 到了野外 周生见到在那里等候的成生 就与他一起前行 周生回头喊了一句 做事能忍让 就是最大的快乐 弟弟还想说些什么 但见成生的宽秀一甩 便不见两个的身影 弟弟在那里失忆地站了半天 只得痛哭地回去了 周生的弟弟为人朴实无能 不善于管理家人和生产 几年后 家中愈发贫穷 周生的儿子渐渐长大了 也没有钱为他请老师 因此 周生的弟弟就亲自教他 一天 周生的弟弟早晨来到书斋里 看见桌子上有一封很严实的信 信封上写着 二弟亲戚 他仔细一看 便出是哥哥的笔迹 打开信封 里面没有其他东西 只见到一片指甲 有两指多长 弟弟心中十分奇怪 把指甲放在宴台上 出房问家人是否知道 这封信的来源 却没有人知道 等他回到书斋一看 宴台变成了金灿灿的黄金 弟弟大吃一惊 再用那指甲试验铜和铁 都一样可以变成黄金 周家由此变得非常富有 周生的弟弟也送给成生儿子一千两黄金 所以乡里都传说这两家会点金术 再用这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